我是休斯顿好房网的机器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现代方的新房子 占地面积看你选的地大还是地小 你选的地大呢 它的占地面积就很大 如果你选的地比较小 那它的占地面积就比较小 这个房子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中式厨房 而且它有阳光房 并且呢 这个房子是三车库的标配 5177尺的基础面积 923000美金的起始价格 有没有有点心动 赶紧跟我进来看看 大的双开门 本身就是一个装修升级的项目 因为所有的新房子 都有一部分的东西是装修升级的 所以呢 您看到的样本 今天很多地方都是装修升级 所以才这么漂亮的 大双开门打开之后 非常宽的一个整体的布局感 5000多尺称得上豪宅了吧 5000多尺绝对是豪宅 但是呢 5000多尺的豪宅还是分档次的 比如说今天这个吧 它是80尺面宽的豪宅 那就算是豪宅的入门 更好的就是100尺 110尺那就更油了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它这个主餐厅可以摆一个圆桌 这是我目前来说看到的 新房的主餐厅当中 唯一一个能摆圆桌的 一般情况都是长桌 圆桌我超喜欢 像家里咱们吃中餐特别是 你摆一圆桌 吃饭 朋友什么的都过来 多方便 对吧 长桌我们分餐的形式不一样 所以就特别不方便 对吧 这个可以坐10个人很轻松啊 12个我觉得都行 然后其实呢 在大双开门的旁边 还是有一个套间的 这个房子也是一楼两个套间 套间的面积都比较大 这个建筑商叫Tree Point 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一些建筑风格 因为他这个风格哈 就是尽量的有效的利用空间 那这边是套间 所以里面是洗手间 您现在看到的洗手间里的 这个地面啊 然后瓷砖啊 什么的都是装修升级过的 一些装修升级项目 也就是是要另外花钱的 所以这个房子的起始价格 92万3000美金 再加上土地的价格 再加上已选的装修升级的价格 才是您的最终价格 那这边呢 就有这个房子的书房 书房摆在这个地方 你看很宽的一个感觉 再加上它的一个橱棍 就会觉得档次很高 可是这些橱棍 都是要另外加钱的升级项目 如果不升级的话 这个橱棍是没有的 就是一面白墙 层高也好高 对这个层高还是不错的 就连书房的层高 都能做到12尺 然后我们现在才这样 进来这个大客厅 嗨 然后再看到这个大的推拉门 肯定就是装修升级项目了 大的推拉门 可能它的价格就是在 两三万美金左右升级 这样一个大的推拉门 因为升级了大的推拉门之后呢 外面的padeo是一起升级的 外面如果没有这个亭子 就不能做这个大推拉门 整个大客厅的感觉 还是很哇塞的 对不对 然后呢厨房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厨房 是一个深色系的厨房 可是呢其实这个厨房也是要你选的 你喜欢这种深色系的厨房 你就做这种深色系的厨房 如果你不喜欢深色系的厨房 你可以选那种白色和浅色的厨房 对 这些都是您自己选的 包括现在这个六头炉灶 您要不喜欢也可以选其他的 油烟机 您要不喜欢也可以选其他的 这一些都是所谓的升级的项目 你看我站在这儿 它这个地方就很宽 平常我站在这儿 一般的那个柜子就在这边就有了 对吧 对 这个倒台也很大 倒台真的是做的巨大无比 然后它的香榭石冰箱也是一个升级项目 您不选香榭石冰箱的冰箱就不是香榭的 那里面还有一个厨房 就是我们的中式厨房了 这个我是超喜欢 现在你想找一个80尺宽的地来建一个5000多尺的豪宅 能有中式厨房户型的价格又最终价格在110万美金左右的只有这个户型可以 那这个中式厨房也非常的大 好大呀 这个中式厨房 而且中式厨房还有大窗户 哇 还有两面窗户 我们家有中式厨房 但我们家中式厨房就这么宽 这个中式厨房由我们家中式厨房两个那么大 就放冰箱啥的都完全没有问题 你看它的炉灶 然后下面有烤箱 然后在下面就是在旁边就是这个洗手台油烟机 这个就很舒服了 像我们家就在中式厨房里转都转不开 这个中式厨房就很舒服 真的是你在这儿做大餐 还有单独的country 对 这个中式厨房真的特别好 我买这个户型必须要夹这个中式厨房 它是精髓呀 然后我们就出来 那在这个房子当中呢 其实还有一个装修升级项目 是可以作为升级的 那这个装修升级项目呢 就是主餐厅旁边的一个房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主餐厅旁边是没有房间的 就是这样一个单独的一个餐厅 其实这是早餐厅 然后圆桌才是主餐厅 但是您可以在这边再加出来一个房间 加出来一个像活动室一样的房间 它就叫阳光房 如果加那个房间这边就会变得很宽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去主卧看看 它楼下就是缺一个活动室 我觉得加阳光房非常有必要 加了阳光房就会感觉整个房子超级的大 但是加阳光房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 就是你选的这个土地足够大才能加得了阳光房 如果这个土地不是特别大 那边就加不过去的阳光房 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个大主卧 你会觉得整个好宽对不对 这个房子只要一宽就让你觉得特大 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很长很深 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房子小 这个房子给你显大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做的真的是超级的宽 现在这个床就是个两米的床 你看它就在这个地方就感觉这个床也不是很大 然后我站在这 就觉得它就对比一下 你就觉得这个床好像不是很大 但其实已经够大的了 然后呢旁边就是洗手间 洗手间我很喜欢 就是所有的浴缸在中间的洗手间 我都觉得很大气 然后洗手间也特别的宽 就我们在镜头里面拍 就一个镜头都放不下 洗手间的一边是一个衣帽间 然后这个步入式的淋浴间 然后中间的这种浴缸 再有旁边的一个小的这个洗手台 再旁边就是马桶间 那它有一点点可能还可以改进的 就是如果这个洗手间放两个马桶间就更好了 就完美了 这是一个马桶间 其实有一个户型是洗手间有两个马桶间的 就是Darling Home那个户型 可是那个户型在大型社区已经全都盖不了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去一楼非常 就是一楼洗衣房什么的这种功能的区域看一下 穿过这个大客厅 哇这个厅好宽好大 非常漂亮的大客厅 它这个房子呢92万3千美金的起始价格 加完了装修升级再加完了地价 最后的价格大概会是在110万美金以内 这边就是另外一个pantry 就是放柴米油盐的什么的 从这边出来之后呢 就看到这是刚才说的主餐厅 主餐厅的旁边 你看这儿 这才是洗衣房 你看它洗衣房是不是也超级的大 真的超级的 就是它的功能区域都做得很好 而洗衣房有两个点 这洗衣房连接了两个车库 这是一个车库 这是车库 它是现在做成了办公室了 但这其实是一个车库 这个地方会是车库 大家想象一下 然后在另外一边 这边是两个车库 这是车库 现在做成了办公室 大家想象一下这是车库 因为正好是洗衣房连着两个门 两个车库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走 我们要上二楼了 上二楼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在一楼还有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这是在旁边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上二楼了 现在您看到的二楼的木地板 全都是升级的装修升级项目 是要花钱的 现在您看到的二楼的活动室 全部都是木地板 也是升级项目 也要花钱 也就是说如果不花钱 二楼全部都是地毯 我们上来之后 先是一个很漂亮的大活动室 很喜欢他们家的窗户 所有的窗户都超大 所有的房间都很方正 这就是他们家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我们再往这边走 就是放映厅 放映厅出来 这边是其中的一个卧室 二楼有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 连着一个洗手间 从这边出来 你看我就站在这个外面 然后在我们去另外一边的时候 还想给大家看一个好玩的地方 这 这有一个密室 哇 孩子可以在这 time out 做手工吧 想不开了 在这待一阵也挺好的 对吧 很私密 然后我们再到这边来 这个旁边呢 还有两个卧室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这个房间也好 每一个房间都很方正 很大 这几个房间全部都能放得下 就是一米八的床 所以 这真的是很不错 那这是一个洗手间 它这些洗手间 全部都做成了套间 并且洗手间都带着窗户 所以我觉得这个户型 可以说方方正正的是 没有任何缺点的一个户型 卧室够标准 够大 够方正 然后套间够多 然后户型就是更实用 报价也不是特别高 最终的价格大概在110万左右 这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感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 它就是休斯顿Trip Point 这个建筑商的一个户型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户型 现在看到的这个样本间 它是在Siena这个社区的 但是其实呢 这个户型在好几个社区都可以改 比如说在Bridgeland 在Siena 还有在Dungham Point 有很多社区 包括在Foucher的Cross Creek Ranch 这些社区都可以盖这个户型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可以选一个地点来盖这个户型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今天介绍的 这个有中厨的小豪宅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 联系记忆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休斯顿好房网的基地 给我打电话 或者加我们微信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个房子的 这个社区具体是什么感觉 显然的社区 位于休斯顿的Missouri 这个区域当中 它离着6号高速公路 还是59高速公路 都非常的近 社区里面有高尔夫球场 而且是个18栋的高尔夫球场 有好几个泳池活动中心 健身房 然后有非常多的湖泊 有网球场 有篮球场 有非常多的公共活动区域 都注定了这个社区 是一个非常大的规划性社区 哪个社区管理费呢 只有1095美金 这些社区的设施 都是包含在内的 并且呢 这个社区 离着医学中心 离着市中心 也不是很远 所以这个社区 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社区离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吧 整个小区叫Siana 这个Siana的社区也是很大的 它紧挨着Riverstone 上面就是Riverstone 下面这一大片都就是Siana 它们是紧挨着的 那我们看一下 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是什么样子的 到中国城的距离 是28分钟 到Uptown的距离是38分钟 到医学中心的距离 是30分钟左右 因为我这个标的 写的是莱斯大学 医学中心 比莱斯大学还会近一些 因为我这个宽子的距离 是在台湾上的 中心的距离是7分钟 做广坡的沙门 突然是一个巨大学 是连续去的 是叶子 你们不能够 都给你 是 比如说